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 是香港动作电影的盛世 此间涌现出来的武术班子相当多 动作明星更是数不胜数 有如以刘家梁为首的刘家班 以洪金宝为首的洪家班 以成龙为首的成家班等 当然 说到功夫明星 自然是李小龙最具影响力 正是他开辟了香港动作电影的黄金时代 除了李小龙之外 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位动作明星 曾经也红透了半边天 他便是以一招庇虎功名镇影谈的谭道梁 提起谭道梁其人 而今的九十和零零后对其支支聊聊 但如果喜欢看老电影的 却有不一样了 尤其年近四十或已超过这个年龄段的老影迷 更是不可能不认识这位曾经享誉影谈的腿王 1947年 韩道梁出生于韩国 身份是韩国华侨 他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那里长大 七岁那年 父母将他送到武馆学习跆拳道 这一练就是十个春秋 因为平时非常刻苦 17岁的时候 就成了一名年轻有为的跆拳道教练 彼时的韩国 喜欢跆拳道的人比较多 每年都会多次举行跆拳道赛事 20那年 为了验证自己的跆拳道到了什么段位 也为了证明自己 谭道梁参加了该年度韩国举行的跆拳道比赛 一番过五关战六将之后 拿下了冠军 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 谭道梁再接再厉 又连着拿了两次跆拳道冠军 年纪轻轻变在武术界 斩获这么多殊荣 谭道梁的功夫可见一斑 据悉 当年蒋经国曾出访韩国 当得知一个华人竟然有此武术造诣 便邀请谭道梁前来表演跆拳道 受邀而来的他 向蒋经国展示了一番功夫之后 深得其欣赏 蒋经国回到台湾后 又邀请他前往发展 自此 谭道梁从韩国辗转到宝岛 于1970年创办了中华民国跆拳道委员会 那一年 他只有23岁 届时 台湾在奥运会中拿到了跆拳道冠军 和谭道梁的悉心教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谭道梁之所以进入影坛 其实一开始只是抱着玩一玩的心态 当时的香港动作电影 因李小龙而红 却也因他而带来了烦恼 因为市场需求量极大 演员和作品已经到了供不应求的地步 当时 电影公司正在筹拍一部名为 潮州怒汉的动作电影 因人才稀缺 苦苦找不到合适的男主角 经过几番深思后 导演王兴磊将目光锁定 在正当台湾国军教练的谭道梁身上 干着稳定的工作 拿着丰厚的酬劳 而且还是为台湾军队效力 顶着莫大荣耀的谭道梁 自然不愿意当戏子 但经过王兴磊的一番诚意感动后 他这才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与了拍摄 作为一个毫无演戏经验的新人 谭道梁来到剧组后便遭遇了人生中的第一 自奚落给他冷眼的 是原本定为女主的珍珍 当时他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当红花旦 一听要和一个新人搭档拍戏 立即向剧组表示极度不乐意 不得已之下 导演只好换下傲气的珍珍 而让同样是新人的林凤娇和谭道梁单纲主演 令珍珍倍感后悔的是 《潮州怒汉》一经上映后 便取得了高达297万港币的惊人票房成绩 直逼李小龙主演的唐山大兄的三百余万 自此 谭道梁和演艺圈结下了不解之缘 几乎是一夜爆红 红了之后的谭道梁 接片约接到手软 此间主演的南北腿王 少林门等电影 至今仍不视为动作电影佳作 成龙和红金宝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国际功夫巨星 但曾经的他们都做过硬衬谭道梁的绿叶 当时成龙还只是个龙虎武师 说白了就是个干苦力的替身 在电影《少林门》中 他便担任过谭道梁的武打替身 70年代 谭道梁无疑是一颗闪耀亚洲的动作明星 因为片约太多 他只能游走于各大剧场 多年后据他本人透露 最忙的一年 每天几乎要赶拍八部左右的戏 最夸张的时候竟然达到27天没睡好觉 动作片中的功夫与实战时所用到的截然不同 在影视剧中 每个动作明星都有自己的招牌 华丽而优美 有如李小龙耍的虎虎生风的双截棍 卢慧光的一字马 李强拳的空中三棉梯等 谭道梁最让人公认的 是他在右脚纹丝不动的情况下 竟然还能用左腿连续攻击对手 平衡性和协调性极高 非常具有观赏性与人体美感 当他出腿的时候 不但伸得非常直 且还踢得相当高 侧踢使腿绷得直直的 形成了树立的一字马 动作简直完美到爆 1975年 谭道梁参拍了家和推出的《密宗圣守》 在这部电影中 便有著名功夫女星毛鹰青力加盟 除此之外 阵容里还有七小福中的洪金宝 成龙 袁彪 袁奎 袁华等人 只不过当时他们还只是名不见经传的龙套 成了陪衬红花的绿叶 当时看这部电影 顿时被此中的精彩打斗给迷住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重温一下 必然会勾起曾经的记忆 此年 由知名导演王楠指导的南拳北腿活颜望 相信看过的朋友都会认定是谭道梁的代表作 此中和他一起合演的王道 那可是南拳的形象代言人 王道擅长拳法 而谭道梁擅长腿法 配合得简直天衣舞缝 煞是精彩 据悉 当年星爷自导自演功夫时 一开始设定的火云邪神一角 原定是找谭道梁单眼 没想到却被他拒绝了 据说他是因为看了剧本后 觉得有损传统功夫的形象 不得已之下 周星驰这才找了功夫巨星梁小龙出演 不过说真的 虽然梁小龙老先生将火云邪神演成了经典 但谭道梁为了保住国术形象 而巨星也于门外的这点傲骨 还是非常值得敬佩的 1982年他和秦翰拍完电影《最后一口气》后 结束了自己的功夫电影生涯 远走美国洛杉矶开办了个人跆拳道馆 谭道梁自己也开玩笑说到 就像电影名字一样 我为电影拼了最后一口气 钱也花光了被逼转行 如今 谭道梁在美国的武馆已经收了数千位徒弟 他的跆拳道武馆在美国名气很大 获奖无数 是美国两万多家武馆中的佼佼者 值得一提的是 李小龙的女儿李湘宁也拜谭道梁为师了 现在看来谭道梁的选择还是非常明智的 想想当年的刘家辉当红时 曾志伟都是给他跑龙套的 后来佳和梅落后 他就只能接拍些不痛不痒的角色了 还好谭道梁没有不刘家辉的后尘 在谭道梁老前辈的演艺生涯中 前前后后拍了四十余部动作电影 虽说并非每一部都是绝顶之作 但在流量为王的当下 特效几乎取代了曾经拳拳到肉的真功夫 要想再看到曾经那种一朝一世 皆完美的动作片 过去只有翻看老电影了